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测评一款战杀入门级的蝴蝶刀 钢柄奇美拉,简称钢奇美拉 首先是带大家看一下外形和结构 外形方面是感谢腿老板赞助的这把产品 是一个双刃的大宝剑造型的,都不开刃 然后是战杀给钢奇美拉是出了四个刃型 这一款是叫做脉冲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其他三种人型 然后结构方面是三明治饼 然后轴套结构,两个外纸刀柱 这一点上和之前战杀的产品钢筋是一模一样的 螺丝方面是单拧螺丝 大家有战杀,海妖和鹦鹉螺的可以看一下 那个螺丝是双对拧 单拧的话就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滑丝,拧不动或者拧不紧 双拧结构就是有效的防止了这一个问题 三明治饼就是比一体饼看起来要薄一些 两个这种通过螺丝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刀柄 它是手感上比像鹦鹉螺、海鸥手感上要薄一些的 而且它这个刀柄,大家可以看打的孔比较多 包括刀刃,所以说这把刀的重量并不是特别重 看完外观和结构,咱们再来聊一下细节方面 这款刀采用的是镜面处理 刀刃和刀柄都是镜面处理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光线的这个照耀下还是比较亮的 外观方面确实不错 细节的话就是可以看出像这种打孔的里面的槽 还可以看出有机器加工的痕迹 但是摸起来却并不割手啊 特别是刀柄这个两个大长孔这里 它这个边缘还做了倒角 所以说一点都不割手 摸起来非常的圆润 接下来谈一下手感方面 手感方面的话是比较见仁见智的 但是我认为这是入门几回蝶刀 我试了一下 基本是普通的钻指动作 搓柄动作 抛刀动作 动动作 但是有一点可能对新手不太友好的就是 它的柄尾并没有加防滑纹 像钢筋的话 就是它的柄尾是加了这种防滑纹 新手在学习下挫或阶梯等动作时 没有防滑纹的话可能掌握的就稍微慢一些 平衡方面的话给大家看一下重心 应该是在第一个大肠大概是这个位置 刚吃米达的平衡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没有出现柄重韧轻或柄情韧重那种情况 特别是搓柄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 如果看一个刀的平衡是否好 你就可以拿这把刀去做一下各种搓柄 看一下它的手感 如果说这把刀搓柄特别舒服的话 那么它的平衡就是不错的 当然这把刀也是有一些缺点 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像我的话是夏天慢慢就到了会出很多的手汗 但是这个刀由于它是镜面材质 对吧 所以说出了手汗之后就会玩起来比较滑 如果是手汗玩家的话 可以慎重的购买一下这把刀 在你夏天把玩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脱手的这种情况 当然还有缺点就是三明治病 无法避免的就是劈腿和打刃 三明治病的稳定性肯定是要比一体饼要差一些的 特别是这种它的刀柄还比较薄 感觉劈腿打刃的话 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也无所谓 因为这是入门级的蝴蝶刀 主要是拿来练一些去除动作的话 没有必要整天调刀 把它保持一个微劈不打的状态 声音和回弹方面的话 这把刀是有一定的回弹和声音的 但是对比驴饼刀或者贴片刀 确实都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它这一点的表现确实是比钢筋优秀的 我因为不会调刀 所以说钢筋的话我确实没有调出来回弹 这个钢筋优秀是出厂就自带一定的回弹和声音的 但是不如驴饼刀和贴片刀那么的明显 大家如果追求声音的话 感觉可能还是选那些刀 驴饼刀 然后上点油 把螺丝拧紧之后声音回弹会更清脆 接下来就是讲一下 这两款战杀的入门刀如何选择的问题 首先先讲一下钢筋吧 钢筋的话 首先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方滑性能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齐美拉这个是镜面处理 这个是发黑实洗处理 所以说它的表面并不是非常的光滑 其实在出了手汗之后 刀也是不会轻易脱手的 而且它这个刀 它的饼尾也是有这个防滑纹 虽然这个防滑纹比较粗糙 但是在新手练习阶梯或下挫动作的时候 也是够用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防滑纹的话 就可以像我一样 用招带在饼尾这一块绑起来的部分 缺点方面就是钢筋和齐美拉的通病吧 就是他们的这个外指刀柱 很有可能掉落 掉落之后的话 可能再重新放上去 粘紧就不太方便 而且它的螺丝也是单拧 就容易出现滑丝等情况 而且钢筋有一点不太好的 就是它的刀头 我本人觉得是稍微有点重 但并不是说重的完全完不了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惯性比较足 大家玩钢筋的时候可以通过做收饼 转指动作感感受出来 它的惯性很足 因为它是刀头偏重嘛 它的刀柄比较单薄 所以说可以帮助新手完成一些动作 比如说它的食指无限转 幅度不用很大 就能转起来 而且由于这个刀头带动了整个刀的转动 不用费很大力气 无限转就能完成的比较好 所以说它的刀头偏重是有好有坏吧 看大家是练的动作适不适合自己 看这把刀适不适合自己了 齐美拉的话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的缺点就是镜面饼 手出汗了很滑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平衡性比较好 所以说新手朋友在选的时候 我个人而言 就我个人而言 像我是比较喜欢出手汗的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钢筋 如果大家手汗也没那么多 想追求更平衡一点的刀 还是选择齐美拉 而且它们的价格也差不多 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刀盒里面是送了三件套 配件螺丝刀 然后是胶水 还有一个硅胶刀套 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值的 当然齐美拉是在韧形方面 有更多的选择 钢筋的话是在刀柄方面 有更多的选择 总体来说 这两把都是比较不错的入门刀 供新手练习是完全足够的 大家如果进阶的话 可以再多花点钱去买一下 像目前流行的驴柄刀和铁片套 以海耀大鱼 鹦鹉螺 这些为代表的 好 本次的测评基本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